这是一部被誉为现实版行尸走漏的国曼 它的真实程度能让人的心头为之一颤 在太平洋海域的某处 两个渔夫正在海上捕猎鲨鱼 他们先卸下鲨鱼身上的鱼翅 然后将剩下的部分重新扔回海里 只因鲨鱼翅的市场价值比鲨鱼肉更高 而像这样为了金钱残害无辜生灵的人比比皆是 一些动物保护者因此发起抗议 但幕后利益者却对此视而不见 甚至为了一己私欲对抗议者痛下杀手 某天外星飞船降临地球 他们给这些死去的动物及抗议者 注入了一种名为复仇者的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尸体诈尸 并对人类发起攻击 被尸体攻击的人类很快会变成 以同类为时的行尸走动 而行尸在攻击人类又能产生新的行尸 地场丧尸狂潮就这样迅速蔓延开来 一个外星人问他的同伴 这样做的人类会不会有点害我 而另一个外星人回答他 我们的推演结果你也看到了 地球在不远的将来 就会陷入能源枯竭再难免发的不幸境地 而人类的命运却掌握在一群 自私贪婪的政客奸商和战争狂的守卫 他们只会用破坏和掠夺去解决问题 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 与这个星球的无数生命一起送上原来人类 现在只是让他们自食恶果无故的消失 不要打扰到这美丽的自然和其他无辜的生命 地球不只属于他们 宇宙也不只属于我 而此时的狗圣子和东子正驱车 来到一座三线小城市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找客户讨债 不过虽说是讨债 两人表现得却像个乖孙子 因为他们的客户是有头有脸的大老板 而他们只是一文不明的十八线设计师 接待狗圣子和东子的人是成哥 成哥说吴董正在包厢内接待几个重要客人 便让他们在门口乖乖等着 包厢内几个大老粗有说有笑相谈甚欢 暴局 马俭 这是我们特邀南方名家给你做的一道活吃猴呢 这道菜从桌子上看是一道猴呢 而从桌子底下看却是一只被开了瓢的猴子 就在他们准备开饭的时候 那只猴子突然从桌子底下窜出来 随机挑选了一个信任 被远了上去 而这位被咬的信任就是马俭 不过现在的他已然成了一具行尸 不明真相的吴董凑上前问他一句有没有事 但下一秒那具行尸 就以实际行动 一场丧尸狂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 正在刚才 一只携带复仇者病毒的猴子咬伤了马俭 并且让马俭当场变成了丧尸 在场的人被吓得纷纷逃窜 此时的狗圣子和冬子还在电梯里准备下一楼 可没想到冬子忘记摁一楼电梯又上去 接着便在十四层停下了 也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嘴里大喊着救命 并且还让他们赶快关上电梯的门 还没等二人问清楚什么情况 就见一个又胖又黑的丧尸出现在冬子的身后 狗圣子健壮赶忙上前补了一脚 并迅速关上电梯门 靠 这老家伙是磕了多少样能飘成这样 我怎么觉得刚才那笔有点眼熟呢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笔的学名叫一首 你是说我刚才一脚闷到了市长脸上 那我还不得赶紧跑路啊 此时的狗圣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边上的女人早已被刚刚那一幕 吓得瘫乱在地上 外面的世界也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特警纷纷出动制止这场所谓的骚乱 但当他们与诗群接触的那一刻 他们才知道 这根本不是一场骚乱 而是一场末日浩劫 冬子蹲下身子打量了女子一番 发现眼前这女子竟然也有些眼熟 突然他毁曲一阵说 这不是都市频道主播惠心吗 靠 一下说 你肯定认错人了 说着狗圣子一把揪起了冬子 但冬子坚持认为自己没认错 因为惠心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 根本不可能认错 不知不觉电梯也来到了一楼 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 三个人都懵了 一楼客厅此时涌进了大量的丧尸 其中一个还发现了他们 狗圣子这才反应过来让冬子关门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丧尸的一只手已经伸进了电梯内 千军一发之际 狗圣子从身后锁住丧尸脖子 冬子健壮则赶忙让狗圣子 抿断丧尸的脖子 靠 那不成杀人了吗 你看他那样还是人吗 这时丧尸开始朝身后的狗圣子抓去 狗圣子赶忙让冬子随便开一层 他要把这回扔出电梯 冬子愣了电梯上的舞 正好停在了离他们最近的舞 而刚好诚哥也在这一楼层 随他一起跑过来的 还有暴局和一个陪酒的女经理 诚哥和暴局先后进入了电梯 但店底的女经理就没那么幸运 在进电梯门的瞬间 女经理被丧尸一把抓住了大嘴 沦为了丧尸的晚餐 诚哥本来还想着拉他一把 但此时外面更多的丧尸已经过来了 这个女人正在主持 她这辈子的最后一场新闻直播 在这之后 她将会选择一种方式自我了断 只因一种未知的病毒 正在全球范围内肆虐 感染者会在短时间内变成丧尸 并且对周围的同类发起攻击 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 有效治疗或抑制方式研制出来 由于病毒具有随机性强 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所以各国部队也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 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和救援 各国政府国会等机构基本瘫痪 政府官员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 城市人口越密集的地方 也是丧尸病毒泛滥越快的地方 很多大城市已经失去控制 成为丧尸的领地 就连女人所在的新闻台也 没有几个幸存者 包括她边上的这位搭档 尽管被病毒感染 但仍然坚持在一线工作 并且还用自己的切身体会 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丧尸必须要击毁头部 才能杀死 播完新闻女人淡定拿出口红打扮了一番 并且主妇摄像师 一会儿她跳下去的时候 记得要拍得唯美一点 她不想变成那些吃人的怪物 还要用最美的方式离开 几分钟前 狗圣子和冬子以及会心三人 被困在这座酒店的大楼 又与丧尸经历一番甜蜜追逐后 躲进电梯 恰巧在五楼时碰到了成哥和暴局 随后五人顺着电梯来到十五楼 成哥对这里最为熟悉 知道这里现在最安全 因为十五楼是总统套房 最近都没人住 但要想确保这层楼都安全 还必须将电梯 以及两个安全出口给堵上 大家听从成哥安排 开始执行封住出口的任务 暴局和会心小姐留在屋里休息 成哥和冬子合力抬着柜子去堵电梯 狗圣子则独自去封住两个安全出口 狗圣子找来两把扫帚 憋在门把手上 思索一番 觉得应该成了 正准备离开 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有人在推刚刚封上的门 上前一看发现一只丧尸 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 看样子还是有点悬 于是他又找来一块部队门把手进行了加固 但此时另一途的安全出口 却哐当一声 从门缝中伸出了一只手 狗圣子见情况不妙 碰上前一脚踹在门板上 只听门的另一边传来一句国粹 原来是一位前来避难的老哥 我叫刘狗圣 狗活的狗 圣贤的圣 见狗圣子自爆家门 新来的老哥也不含糊 老哥名叫齐峰 是一位刚从农大毕业的毕业生 成哥为人大方来者不拒 接受齐峰来此避难 毕竟在这个街骨眼上 能碰上就是缘分 堵好电梯和安全门之后 四人回到了屋里 却在这时听报局说救援部门 一个人都联系不上 他推测可能是因为忙于救援造成的 但新来的老哥齐峰 却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过了 所有电话都打不出去 众人决定先坐下 看看电视新闻怎么说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座酒店大楼里全是丧尸 仅有几位幸存者 被困在15楼等待救援 但刚刚电视播报的新闻 却让众人心头为之一颤 不死心的几人 又拿出手机 试图与外界取得联系 但除了电话里传来的固定语音之外 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活 坐在沙发上的狗圣子 此时默默流下了眼泪 暴局也在这时表现出一副 垂头丧气的模样 诚哥的心中却有一丝疑惑 因为他当时只看到 马俭和五董被猴子咬伤之后 才变成丧尸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 没被咬的人也变了 这时 边上的农大毕业生 齐峰来了一句 其实 关键不是是否被动物咬到 齐峰透露自己 不光是农大的毕业生 还是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支援人 之前他就听说这个酒店 有残害野生动物的事件 才来进行暗访的 听到这里 几人身子一顿来了兴趣 而齐峰也开始滔滔不绝 向众人讲述这些天发生的离奇事件 简单来说 就是关于世界各地出现的 动物尸体袭击人类 导致人类变成丧尸的事件 而基于对这些事件的整理 齐峰也有这样的一个推论 首先 动物的尸体攻击人类 往往都是短时间就完成 而后尸体便没有任何攻击性 其次 动物的尸体一旦具有这种能量 即使是做成皮草 或是做成食物 也会传播病毒 这里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完全没有征兆的感染病毒了 还有就是病毒发作后的活死人 似乎只对人类感兴趣 即使身边有动物的鲜肉 也完全没有吸引力 这似乎又证明 这种病毒是针对人类的 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幕后搞鬼 但现在来看它的目的很明显 那就是人类灭绝 听闻此言 众人无不瞠目皆舍 对于这种病毒 如何在短短几天内覆盖全世界 众人也是开始了自己的推测 但眼下这些已经不太重要了 他们能不能继续幸免才是关键 现在看来等待救援是没指望了 要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自己救自己 按照先前新闻所述 以当前的传播速度 至少90%的人已经变成了丧尸 而本市人口约在487万 也就是说 现在外面有438万丧尸 成哥眉头一紧说道 看来城市不宜久留 得赶紧找出路 但是出去了又能住哪呢 困惑之际 阑山基地四个字 突然从暴局嘴里脱口而出 阑山基地是离我们最近的军事基地 那里的主官是我的老战友 而且我估计政府的人 如果能跑出去 也很可能去呢 说到阑山基地 众人心中燃起了一线生机 阑山基地位于城市西部山区 与市区直线距离240公里 由于山路不好走 所以正常开车 也得走上4个小时 而他们现在正处于市中心 想要突出市区恐怕不容易 但只要能出市区上国道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众人聚在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并决定在明天早上执行 六个幸存者被丧尸 围困在酒店大楼15层 孤立无援 现在他们必须想办法脱困 关键时刻 暴局给众人指了一条路 那便是前往240公里外的 军事基地地难 狗圣子觉得可行 只是晚上行动颇有不便 要突围必须在明天早上进行 还必须找一台容量足够大的车子 才能确保所有人活着出去 但是狗圣子过来的时候 把公司的车子停在了楼层对面 恐怕到时候会很难接近 陈哥透露地下车库 还有辆酒店的中巴 要是在他身上就有一把 现在关键是 想办法去地下车库 冬子对此有所顾虑 因为楼梯不太好走 电梯又怕冲进丧失 齐峰却认为还是走电梯比较稳妥 只要在门口堵上一块大板 这样到每一层停下 都有时间关门逃走 但是为了应对突发状况 狗圣子认为还得找些 趁手的家伙才行 于是便问一旁的 陈哥酒店厨房的位置 陈哥透露厨房位于酒店二楼 狗圣子这时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明天他先和公子下去找些补给 留下齐峰在电梯口接应 其他人到时候先上车 此行前途未卜 但也就狗圣子和东子跑得最快 最适合做这件事 陈哥也是对狗圣子的决定 抱以十分的敬意 会议散后 陈哥 狗圣子 齐峰还有东子 四个人两两一组轮流守夜 抱局和会心小姐 则在各自的房间里休息 前半夜是陈哥和东子守夜 两人坐在走廊上聊了起来 东子先说 自己还没娶媳妇 就摊上了末日 真是太冤了 陈哥则表示自己更冤 一把年纪了至今还是担长 东子好奇一问 陈哥为啥还没结婚呢 而提起往事 陈哥也只能无奈一声轻叹 当年我和狗圣子的表姐是同学 就因为我家是农村的 买不起城里的房 她表姐的母亲死活不同意 甚至还以死相逼 她表姐没办法 只好跟我分手了 要是我那时候 有现在这条件 我们家老大都会打酱油了 唉 再也碰不到那么好的女孩了 听完陈哥的遭遇 东子的那点憋屈事 自然也就不值一提了 上半夜很快过去 换班的时候 东子发现 会心居然在门口 喊他进屋聊天 东子唯唯诺诺 进了会心的房间 会心向他倾诉了一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传媒大学的时候 男友因为工作的原因 和他分手 之后 他便离开了那座 令他梦碎的城市 回到他生长的城市 并立志当一个出色的主播 但事与愿违 在一次谈话中 台长暗示他 只要改变和他的关系 本年内 他就可以成为 视台的当家主播 他不相信自己的前途 只能靠肉体换取 然而台长却对他越发殷勤 还将这件事 故意透露给其他同事 后来他才明白 台长是在小范围内 制造舆论 让所有人都以为 是他故意接近台长 谋取提升的机会 而他也在工作 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 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直到有一天 是领导来到台里视察 他决定在自己崩溃之前 抓住机会 好好展示自己的才能 结果发现是领导 也和台长一个德性 而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 他感到从未有过的 踏实与解脱 正是东子 在电梯里 保护他的那一刻起 说到这里的时候 惠心一手搭在了 东子的肩上 东子也从一开始的矜持 变得有点不自在 惠心则趁热打铁 我可以相信你吗 说吧 又凑到东子的嘴边 轻轻一吻 一时间东子嘴巴 竟变得吞吞吐吐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惠心也就此打住 并让东子早点回房休息 被请出房间的东子 站在门口 二逼四地挠了挠头 突然人间清醒 靠 这咋还出来了呢 男人矜持耽误事啊 此刻的惠心 在房间里小声难难道 男人靠得住 但一个男人是靠不住的 走廊上 狗圣子和齐峰 过了末日的第一个夜晚 丧尸末日的事件 几名信奋者 正在执行一项逃生计划 狗圣子手提销防栓 东子手握刺刀 两人紧绷神经应对 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成哥和齐峰 把电梯门口的杂物 挪开之后 心中默默祈祷 希望里面啥也没有 一切就绪 齐峰按下了电梯上的按钮 七楼 十三楼 十五楼 伴随一声清脆的零响 电梯门打开了 只见里头 跟着两个丧尸 正在执行一句诗 这一幕 把在场的几人惊呆了 就在这时 其中一只丧尸 突然起声咔咔冲向狗圣子 他得鸡毛你咔呀 靠 东子快跟上 而此时的东子 还处于惊吓之中 一个刺刀下去 竟然跑偏了 连续两剂托刺 才命中丧尸的脑袋 而另一个丧尸 此时也从电梯里出来了 面对女丧尸 东子手握刺刀 却犹豫不决 这我下不去手啊 对 你呀就会要手机号 危急时刻 诚哥拿出了一块 白布套在那女丧尸的头上 趁着女丧尸 看不见身体脚 放起半腿 随后把边上的柜子 推倒并听一眼 才是女丧尸的身体 狗圣子觉得这样 还不够保险 于是拎起消防 咚砰砰砰 朝着女丧尸的脑袋 又敲了三下 虽然解决了 电梯里的丧尸 但几人却被刚刚的一幕 恶心到一阵狂 先别忙着吐了 赶快进行下一步吧 缓解片刻过后 几人又开始忙碌 诚哥和狗圣子 率先来到天台 确认楼下行事 不行 这出去就是个死啊 后街还算冷清点 地下车库的出口 也正好对着这条街 冲出去应该不成问题 这里往阑山基地方向 最近的路线 就是上胜利大街 进人民广场 出市区直奔国道 不行 我们最好先向南走 向南走 诚哥一脸不解 狗圣子继续解释道 我们处在市区东南方向 向西将会经过 大片繁华地段 很可能被丧尸围困 而出城最快的方向 是向南 经过人口稀少的南部新区 先到郊外再说 确定好逃生路线 狗圣子与诚哥回到电梯 与其他人会合 准备到地下车库 进电梯的时候 东子有意无意来了一句 这么乱的事的 还没停电 也挺神奇啊 而苍天也是应了 东子的乌鸦嘴 真就停电 庆幸的是 电梯没有停在半岛上 几人只好临时改走楼梯 但走楼梯 他们必须面对 每个楼层 都有可能出现的意外 狗圣子和东子 走在前座探路 在确认附近 没有异常之后 其封上前封住 当前楼层的安全出口 就这样几人摸黑向下 一层又一层 终于到了三楼 胜利在望 也就在这时 安全中 突然封住一只丧尸 朝着东子袭来 眼看就要理合算 东子 突然一声大吼 你大爷的 听了 随即将手中 白布套在丧尸的头上 狗圣子健壮 赶紧上前 补了一小黄栓 一旁的齐峰 此时尽去不知所措 齐峰 快把门关上 由于动静太大 其他丧尸正闻声赶来 齐峰这才反应过来 要去封门 但此时一个丧尸 正在通过安全通报 他只能躲在门后 不停出声 等那丧尸过去 他才匆忙封门 可没想到 这一通操作 也引起那只丧尸的注意 丧尸末日的事件 六位幸存者 在酒店三楼遇到了麻烦 一只丧尸 此时正摇摇晃晃地 朝着齐峰走来 齐峰两腿发落 喊嘴 只听脏的一声 狗圣子抡着消防栓 上前搭救 风风风 又是三次动机 彻底几个丧尸 这回动静太大了 大家赶紧下楼 以免引出别的地方的丧尸 众人接着向下一楼层进发 二楼就是酒店厨房所在的位置 按照先前的计划 狗圣子和冬子 去厨房寻找物资 其余人前往地下车库 二楼出奇的安静 让人渗得慌 左边走到头 就是后厨的位置 不知为何厨房的大门 被人用一把扫帚掐住了 两人透过窗户 想一探究竟 里面模模糊糊 没看见能动的 狗圣子准备拿下 别在门把手上的扫帚 他提醒冬子 要是情况不对 就赶紧跑 打开门之后 两人彻底震惊了 我靠 屠宰场啊 不像是咬开的 都像是咬切出来的 两人愣了几秒钟后 进屋开搜寻物资 也就在这时 冬子突然听到头顶后方 传来一阵嘻嘻嘻的怪笑声 冬子本能地举刀回头 你 你是人还是丧尸 冬子结巴着问道 而那个厨子打扮的小伙却反问 丧尸是啥东西 你们不像是警察 昨天 这些人突然都封了贱人就要 不知道哪个龟儿子 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我只好在上面睡了一夜 冬子有些难以置信又问道 地上这些都是你砍的 厨子淡淡道 我真的没想杀他们 开始只是尽量砍手脚 可是他们还是追着我咬 我要是不下死手 就得变成羊排了 听完厨子的解释 狗圣子抛出了橄榄枝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丧尸 就是你砍死的这种 想活命的话 就跟我们一起逃出去 厨子也是爽快 立马同意入队 只见他从柜子跳到桌子 又接一个空翻稳稳着地 这一通操作 把一旁的狗圣子和冬子 看得一愣一愣的 狗圣子心想 这是捡到宝了 搜完物资后 又挑了些衬手的家伙带上 随后 三人一同前往地下一楼 与诚哥等人会合 诚哥 还等啥呢 狗圣子问道 诚哥小心翼翼地摆了个手势 让狗圣子小声点说话 接着 两人来到门口查探车地下库内的情况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丧尸 而他们要坐的大巴 正好在对面 硬床肯定是行不通的 狗圣子灵机一动 摸了摸刚刚搜寻的物资袋 从中掏出一个酒瓶子 随后捏手捏脚地走进车库 躲在离他最近的一辆小车边上 趁丧尸不注意 他瞅准时机 将酒瓶子扔到了另一边的轿车上 诗群很快被酒瓶子破碎声所吸引 众人也趁此机会 冲到对面的大巴车上 上车 启动 踩油门 一气呵成 诚哥载着其余六人 冲出了地下车库 诚哥载着六位幸存者 通出被丧尸包围的酒店 却不料车子 在半路撞上了人 诚哥好奇探出脑袋 想看看刚刚撞的到底是什么 狗圣子却喊他快点关窗 诚哥坐在车子里小声喃喃道 可爱 能起来就肯定是丧尸 只见那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吓一 他猛地抬头 露出了丧尸独有的争鸣面 快走吧 哪他妈还有活人 这是末日降临之后 几人第一次上街 此时的市区早已今非昔比 所到之处 皆不见活人 警察 环卫工 路人 此时都已变成了丧尸 见此情景 诚哥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众人一路向着基地方向前进 为了避开丧尸的围堵 几人选择了一条比较偏僻的路线 然而发动机的轰鸣声 还是吸引了丧尸的注意 诚哥踩死油门 一路横冲直撞 而后面的尸群 也在车子的轰鸣声之下 变得越来越庞大 就在前方不远处 众人再次遇到了麻烦 靠 不是吧 堵死了 快 掉头走别的路 掉 掉头 掉头好像也出不去了 后面的退路 已经被尸群堵满了 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大调了 狗圣子让众人赶紧下车 快步通过前方围堵的区域 而不出意外的话 就又到了出意外的环节 就在冬子拉着彗星的手 在汽车之间穿行时 一只丧尸突然从轿车附座探出身子 抓住了彗星 彗星立马喊停了冬子 眼看美女要领盒饭 冬子情急之下掏出菜刀 剁掉了那丧尸的手臂 这手怎么办 别管了 好命要紧 众人继续向前 然而一把年纪的暴局 很快因为体力不知停下脚步 暴局 现在可不能歇啊 快走 此时其他方向的尸群 也在向众人聚落 跑在最前头的厨子和狗圣子 发现了情况不妙 两人冲上前对着过来的丧尸 就是一顿削砍 希望以此给众人开辟一条出路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四面八方的丧尸 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之势 硬冲出去肯定是不行的 就在这时 狗圣子发现 前方有一辆公交车 公交车的车门 正好向他们敞开 于是他立马告知后面的人 上那辆公交车 当时一定很混乱 公交车的钥匙也还在 车上还算干净 只有半个丧尸 在厨子确认安全之后 众人一个接一个的上了车 诚哥走在最后 搀扶体力不支的暴局 就在诚哥自己要上车的时候 一只丧尸冲过来 罩着他的公 就是一口 狗圣子健壮 立马给了丧尸一斧子 但这一斧子终归 还是来晚了 狗圣子大喊道 快关门 开车 齐峰在一阵慌乱之中 启动了车子 而就在车门关上时 一只丧尸卡在了门后 厨子健壮大喊道 大哥 后面还加重一个 狗圣子回道 想办法处理掉 现在不能再停车了 齐峰只能硬着头皮 猛踩油门冲向尸群 公交车载着众人 一路碾压着丧尸 杀出了一条血 城哥为人仗义 为了让暴局 先向车自己被丧尸咬 暴局一脸惭愧说道 城子 是我连累了你啊 要不是为了照顾我 你也不能 暴局 大家朋友一场 我总不能扔钱你不管啊 啥也别说了 这就是命 该着我走到这一步 城哥一脸平静 没有丝毫怨言 对于生死他早看的 他只是吩咐狗圣子 趁现在把他绑上 到时候给他一个痛快 狗圣子心中却颇有不甘 城哥 我们看到其他人 变得都挺快 你这个也许能挺过去 也许 也许个屁 你哥现在说话不好使了是不 我什么状况 我心里有数 赶紧的别磨叽 一旁的小厨子倒是懂事 默默剃狗圣子 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 小四川啊 还是你了解我 没白在我手下干三年啊 暴局 小四川 咱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个是到我这吃饭的 一个是给我做饭的 社会地位可能有高低 但在我心中没有情重 我希望大家都能一起下去 狗圣子这个小子够仗义 以后大家只有互相帮臣 才能走得更远啊 这一刻大家都沉默 城哥心胸倒是豁达 自己没被那帮活死人分食 也算是得个善终了 他最后吩咐众人 如若这辆车能开到郊外 那就找个坑把他埋了 如若这车走不了那么远 那就把车门给他关上 就当是他的棺材了 说到这 暴局给城哥点上了颗滑子 在城哥心中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跟狗圣子的姐姐走到一起 狗圣子 要是还能碰着你姐 你就跟他说 今生 俺俩没缘分走到一起 来生 来生 这世界都变成这样了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来生 如果还有来生 就做一堆鸳鸯吧 没有贫穷富贵 没有 城市 农村 没有公务员 也没有 房地产 没有 没有 说着说着 城哥渐渐丧失了意识 叼着的滑子从嘴里滑落 狗圣子一脸的无奈 再次喊城哥 却没有得到城哥的回应 片刻过后 城哥抬起头 已然变成了丧尸 变成丧尸的城哥 猛然伸出手 吓得暴局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但脖子上的安全带 终归是限制了他的行动 看着眼前这一幕 狗圣子紧握着斧子的手 开始颤抖 他知道他就下不去手 最后 又是小厨子 帮他完成了这件事 小厨子的实力有多可怕 闭着眼睛动笑了丧尸 处理完成哥的事情之后 几位末日幸存者 来到了五金店 狗圣子和厨子 两人下车去补充装备 东子独自守在门口把风 店内空无一人 但地上的血迹 证明了 这里曾经有过惨烈的厮杀 不过 店里却连一个尸体都看不到 门也关着 实在行 两人走进店内 开始挑选趁手的装备 整个过程顺利的让人意外 也是在这时 厨子突然感到一股尿意袭来 本想去厕所解的方便 却不料打扰到了一个正在用餐的丧尸 幸亏丧尸不会从里面开门 不然 两人又有个忙活 可还没等二人出来 东子这边就出现了新的麻烦 不知从何而来的白色公交车 竟直撞了 下一秒钟 只见一男子 慌慌张张地从车上冲下来 他一边跑一边喊着救命 而跟着他下来的 还有一大群丧尸 可惜没跑几步就被尸群拖住 当场领了盒饭 东子见状就要回到车上 却被一只丧尸抓住了衣警 正好车门关上时 卡住了丧尸的手臂 卧槽 不是吧 又要砍手 车外的丧尸 此时已把车子层层包围 等狗圣子和厨子出来的时候 人都看傻眼了 这他妈是什么情况 而随着二人的出现 尸群也有了新的目标 两人健壮 只好迅速回到五金店内 把店内的货柜顶在玻璃门上 打算趁前面的丧尸 被玻璃门绊倒这会儿上前收割 然而庞大的尸群 还是让二人难以招架 狗圣子这时大声吼道 停不住了 快下楼 话音落 二人转身朝着二楼冲去 在楼梯拐角处 狗圣子突然停下 吩咐厨子先上去找出路 这种情况下 跳窗也许就是唯一出路 然而二楼的窗户 也被一扇防盗窗锁死了 狗圣子赶忙让厨子过来顶一会儿 因为他要用撬棍打开防盗窗 防盗窗被撬开的那一刻 狗圣子雀面路难色 因为公交车离他们太远了 东子这时看到了狗圣子 他赶忙让齐峰把车开过去接应 小四川 快 我们跳到车顶上去 说吧 狗圣子率先跳到了车顶上 厨子也紧随其后 而跟在两人之后的 还有一只丧尸 那丧尸 异常强壮 不时发出阵阵咆哮 犹如一头发疯的魔兽 看来 丧尸生前体质越强 变成丧尸后的战斗力也是越强了 这爷们明显以前也是练过的 狗圣子看出了眼前这只丧尸非同寻常 狗圣子决定亲自跟他过两招 只见丧尸迅速奔向厨子 而厨子这时却闭上了眼睛 就在丧尸即将碰到厨子的那一刻 厨子突然如油龙一般 挥舞起了手中的菜刀 下一秒钟 丧尸便痛失双臂 厨子紧接着又补了几脚 直到将丧尸踹下车顶 丧尸爆发的末日事件 人心究竟会变得多么丑多 就在刚刚 一辆黄色校车 与一辆白色小轿车相断 没等校车司机整明白 怎么回事 就见白色轿车内 冲出来一只丧尸 汪校长见状 赶忙让司机开车 然而刚刚的车祸 引来过多的丧尸 导致他们还没来得及 把车子开走 就被视群包围 车上的人 还不知道眼前这些 吃人的怪物叫做丧尸 更不知道这个世界 究竟发生了什么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疑惑和恐惧 杜局长让汪校长 拨打救援电话 但是电话根本打不出去 杜局长自己也试了事 可结果还是一样 无奈几人 只好又坐回原位 等待救援 正好狗圣子几人 从这里经过 看到了这一名 出于好意 几人决定解救 校车上的被困人员 狗圣子让齐峰 把车子开到校车边上 他要打开车窗 把对面的丧尸吸引过来 就在这时 狗圣子操起撬棍 开始吆喝 诶 都往这来哈 还对 还好对别挤哈 一个一个来都有份 听到狗圣子的声音 丧尸纷纷靠近窗户 狗圣子和厨子两人 也趁这时 给每个丧尸致命一击 除了狗圣子和厨子之外 其他人也在出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随着倒下去的尸体 越来越多 丧尸也渐渐能够摸到车窗 这种情况下 二人会选择 暂时关闭窗口 让其余人打开新的窗口 如此往复 几波操作下来 丧尸终于被全部解决了 校车上的被困人员 这时怒怒续续跑下车 准备上那辆红色的公交车 但是谁也没料到 还有一个丧尸 还在他们的车子下 这让跑在最后面的一个人 倒了大霉 此时那人正好抓住了 刚刚上车的汪校长 他一边喊着汪校长救命 一边试图从丧尸的手中挣脱 面对同事的求救 汪校长却冷冷地来了一句 快松开 你他妈倒霉 别拉上我啊 见那人还不肯松手 汪校长更是一脚踹了上去 也因此 那人被丧尸从头上咬了一口 等狗圣子出来 看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完了 丧尸横行的末日 人心到底会变得多可怕 这个男人不幸被丧尸抓住 同事不仅没有出手相救 还一脚踹了不去 说他倒霉就别拉上自己 结果导致男人领了盒饭 汪校长的所作所为 被狗圣子看在了原里 但狗圣子并未演过 只是让他自己找位置 除了汪校长和杜局长 其余过来的人 都在因为失去那位同事而伤心 杜局长正经危坐 百出十足的官态 老汪啊 你替我向这几个小同志表达一下谢意 另外看看这是往哪去 杜局长说吧 汪校长就像一个狗奴才一样 连连点头哈腰 而在其他人面前 又是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模仿 小伙子干得不错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呀 这是要往哪去呀 狗圣子自然是没给他好脸 草草回了几句 我没有单位 市里现在到处是丧尸 我们现在是要到阑山基地去 汪校长听罢一脸震惊 什么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全市都爆发这种骚乱呢 这时候我们要向政府靠拢 不能各自为债啊 狗圣子冷冷地回他一句 哪他妈还有政府啊 全世界都完蛋了 听狗圣子这么一说 汪校长气都不打一出来 称狗圣子这是在造谣 故意散播恐怖言论 见汪校长办事不利 杜局长也是亲自出马 他先是向征信地自我介绍了一文 接着开始反驳狗圣子刚刚说的那番话 虽然语气比起汪校长缓和不少 但言语之中却透露着浓浓的官位 狗圣子都不屑搭理 甚至没有正面看他一眼 这时身后的汪校长突然看到诚哥的尸体 这这是死人 你们怎么还留个死人在车上 这也太不像话了 杜局 我觉得这些人很可疑 我们要向市政府和公安机关反映一下 杜局长此时也面露凶想 当即命令狗圣子把车开回市 他要向上级汇报这件事 甚至还要让狗圣子把诚哥的尸体丢下车 狗圣子此时已是怒火中烧 他警告两人 我再说一遍 我没时间跟你们先扯 马上找地方做好 这个死人是绝对不会下去的 如果一定要下去 那就是你们下去 你 你敢 要试试吗 不信邪的两人还是选择继续作死 狗圣子也是毫不客气的喊厨子 把两人一同丢下车 上时末日的事件 不作死就不会死 可汪校长和杜局长偏不信 非要试探狗圣子的底线 结果被狗圣子和厨子二人 当场碾下车 环顾四周才发现这下完大了 附近的建筑工地 此时冲出来一群丧尸 局长 咋 咋办 还他妈什么咋办 跑啊 见到丧尸两人当场认所 三步并坐两步去追赶公交车 这两人虽然可气 但还罪不至死 狗圣子也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便让齐峰停下车 两人从后门跑上车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是没完 我告诉你们 好吧 杜局你老也该消停坐一会儿了吧 一直沉默不语的暴局突然发怀 杜局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跟自己同级的领导 还会在这辆车上 而他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 暴局向他们证实 现在市里早就是尸山血海 什么 全市都已经 不光是全市 是全世界 昨天最后一集新闻已经说了 全世界都被丧尸病毒席卷了 原有的世界体系已经崩溃 存活下来的人不到百分之一 什么 岂不是世界末日了 此话一出 人心惶惶 此时公交车路过一处警务室 几人发现有幸存者 被狮群围困在房顶上 狗圣子当即让齐峰开着公交车 冲进狮群 楼顶上一男一女 也因此被顺利解救 女孩名叫小宇 是一名学生 男的名叫郭明宇 正是小宇的老师 一翻到谢过后 师生准备找位置坐下 也就在这时 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汪宇才 你他妈竟然在这 见到汪校长的郭老师 顿时虎帽三丈 抡起拳头 照着汪校长的脸上 这是一拳 郭老师揪着汪校长的衣领 哭着海的让汪校长还他的学生 此刻的他 恨不得在了眼前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又是一脚 踹在了汪校长的腹部上 见郭老师的情绪彻底失控 狗圣子赶忙上前制止 让他先把事情说清楚 郭老师伤心欲绝 坐在地上开始哭诉 这一切 还要从末日来临之前开始说起 为了欢迎市教育局杜局长的丽玲指导 当时全校师生 都在观看校园举办的演出 可是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进来悄悄和校长说 外面有好多疯子见人就有 而且已经冲进了校园 校长当即宣布 由于特殊原因中断演出活动 可校长却没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让师生坐着不许乱动 让领导先走 而接下来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刻 没有人知道为何好端端的人 会突然呕出鲜血 紧接着变成见人就咬个怪 刚刚还跟学生打成一片的郭老师 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彻底傻眼了 同学们 马上起来往侧门跑 他大喊道 但大部分的师生都已沦陷 只有零星级的学生听到他的话 校长汪玉才在得到确切的消息时 便终止演出活动 带着领导先走了 留下还被蒙在鼓里的全校师生 这才酿成了这出悲剧 学生们跑出礼堂 沿着校长走过的路线前进 可前方转角处 有只丧尸正在等着他们 几人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 丧尸朝着学生扑来 而学生们见此一幕 全都愣在了原地 千军一发之际 迎头赶上的郭老师 冲上前 推开了那只丧尸 他不顾自身安危 掐住丧尸的脖子 并大喊让学生们快走 也许是老天眷顾 就在郭老师 也即将步入其他人的后尘时 但是上司恰巧一头 栽在了玻璃窗上 郭老师很快跑出来 和学生们会合 他们得在校车开走之前赶上 只要上了校车 他们就能暂时安全 校车司机看到郭老师 领着几人跑过来 便扭头向校长请示 该咋办 可汪校长却冷冷地回了一句 有啥咋办的 先确保领导 撤离到安全地带为前提 你知道这里 有没有被咬人的上来呀 赶紧走 汪校长的所作所为出人意料 虽然郭老师在后面奋力追赶 但仍无济于事 看着校车离去 他也只能大骂汪校长一声畜生 而眼下成群结队的丧尸 正朝着他们袭来 郭老师只好领着学生继续逃命 几人一路被尸群逼到了死胡同里 郭老师让学生踩着他 爬到围墙上 小雨和他是最后才爬上去的 本以为翻过围墙就能迎来黎明 却没想到又陷入了黑暗 因为围墙的另一边也都是丧尸 师生二人也因此被困在哪里 直到狗圣子几人从这里经过 二人才得以脱困 那些逃出来的学生本可以幸免于难 就因为汪校长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听完郭老师的解释 一向心平气和的东子也来了脾气 东子拎起汪校长又要胖揍一顿 也就在这时 顾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是西河化工厂发生爆炸了 丧尸横行的末日事件 一场爆炸阻断了几人前行的道路 这是上国道之前的必经之路 现在贸然前行肯定行不通 西河化工厂常年存有大量巨毒气体 吸入过量会引起窒息死亡 更糟糕的是当前风向正朝着他们 即使待在车里也不保险 坐在后座的杜局长正式提议 不如还是回事里 从其他方向突围吧 不行 爆炸这么大声 一定会吸引全市的丧尸 向这里汇集 到时候被尸群围上 毒气再一过来 必死无疑 众人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或许现在唯一的办法 是找个地方暂时避一避 暴局提议最好是找个超市 这样挺的时间能长点 还能补充急养 众人达成了一致 在尽量远离化工厂的地方 甚至诗群还没上来之前 找到了一家超市 这家超市门窗紧闭 但里面却有人 你好 兄弟 我们是从市里逃出来的 河西化工厂爆炸了烟雾 很快会过来 我们想进去暂闭一下 帮帮忙吧 听王狗圣子的请求 领头的两人先是对事宜 随后开始哈哈打扫 这小子还挺会套戒惑 谁他妈对你是兄弟 眼前几人各个身穿制服 颜行却和地痞流氓无异 狗圣子也看出来 眼前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善 但眼下形势紧迫 他必须得想办法舒服他 鱼器马上就过来了 没时间了 车上十来个人哪 人命关天 请行个方便吧 行个方便 呵呵好啊 我问你 车上有女的吗 说到这里 狗圣子一愣 发觉不对劲 这帮混蛋留女不留男 孙明是在趁火打劫 狗圣子忍无可忍 撂下狠话 如果不开门 那我们就要开车撞进去 毒气来了 大家一起满蛋 眼看谈判就要变成干长 这时从超市里面 走出来一个气势十足的男人 听说西河化工厂发生的事情 这位大哥的反应倒是很平和 谈吐也与刚才那几个小弟 大相径庭 但他没有立刻答应 狗圣子的请求 而是询问市里的情况 以及政府有没有组织救援 狗圣子刚准备回答男人 却被身后的暴局打断了话 暴局淡淡道 市政府的事他知道啥 你是不是得问明白人哪 男人定睛一看 发现站在门外的人是暴局 马上笑脸相迎 咋地 古仨 这闹点乱子 把你给出去了 还让领导站外边 给你汇报工作呀 暴局话音刚落 男人身子一顿 立马命令小弟开门迎客 进去之前 暴局扭头小声 对狗圣子说道 告诉车上的人 想活命就先闭上嘴 进去之后暂时听我的 就算冲着橙子的面子 先相信我一次 要想活命就先闭嘴 暴局的这番话 让狗圣子些摸不着头脑 但刚刚还嚣张的 智福小弟 确实变得温顺了不少 就连他们的老大 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来 暴局 您抽我这个 暴局 现在外边到底啥情况了 市政府 啥情况 这回啊 市委市政府 能剩下三分之一的人 就不错了 顾大队 当前的刑事 对你这种年富力强的干部 是考验也是机遇啊 暴局这番话 好似让顾大队 看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顾大队听罢连连回答事实 还准备给暴局 安排好酒好菜招待 暴局您看啊 这是超市的地图 中间这里是超市货架 右边是一排小砖卖店 左边是办公室和仓库 我的人都在这里 您要是忙完了 直接来找我就行 也好 我跟我的那些人 交代交代就过去 对面人走后 暴局再次提醒众人 要想还能平安地走出超市 就老实地在售货区待着 尽量避免和这里的人接触 如果有人问外面的情况 一律说不清楚 但是狗圣子还是有些不理解 暴局深吸一口气 随后淡淡道 这个顾三啊 大号叫顾振武 早年间就是个混子 在老区水泥场一带 提起顾振武 和他大哥顾振山 没有赶不服的 凭着心狠手黑 这哥俩打下不少家底 主要靠替人要账发家 他们家老二顾振 还是个有心机的人 用那哥俩的钱 开了间隔厅 算是开始干上了实业 但是由于贪心不服 他们又去农村开矿 为了抢一个野矿坑 和另一伙人发生枪战 顾老大在枪战中嗓声 顾三也被判了二十年 没想到顾老二却靠着 开矿和卖地 几年时间就发迹了 因为顾老二关系很到位 很快便把顾三安排 进来开发区 当时我正好在开发区 这事情就是经我手的 我从车上看见 听见你们说话 推测他们 昨晚应该没看电视 还不知道 这是现在有多大 所以才决定 出面赌一把 以我对顾三这伙人的了解 如果还有体制上的约束 他们还会有所估计 一旦让他们发现 外面已经变天了 他们马上就会暴露出 自身的狼性 后果不堪设想了 听完暴局一席话 狗圣子恍然大悟 那你的意思是 不让他们知道外边的情况 也不带他们去基地 那是当然 现在到基地避难 只是一个设想 我们并不知道 基地的具体情况 若是基地也已经崩溃 那么带上这伙人 就相当于带上一个随时会要我们命的炸弹 当时横行的末日世界 一场爆炸切断了生还者的去路 众人不得不来到镇上的超市避难 这家超市被黑道占领 领头的人叫顾正武 多亏暴局与顾正武有交情 几人得以在此避难 现在众人要确保的 就是管好自己的嘴 不要把外面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 因为只要还有社会体制上的约束 顾正武就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但是 也只能在这里暂闭一时 等化工厂的毒物散去 他们最终还是要前往基地避难 到时候肯定不能让顾正武这伙人跟着 所以他们必须制造一种假象 让对方主动选择留下 而又不能限制他们离开 真要是动其手 顾正武那伙人都是敢下手的狠角色 他们很难全身而退 所以要确保万无一失 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走我们的 他们待他们的 会议散后 几人来到超市的货架旁 寻找食物充饥 随后又补充了些弹药 换上了一身新装备 男士们在此期间还剪了新发型 女士们也都穿上了末日军装 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此时的暴局正应邀来到顾正武的饭局 虽然折腾了一天又累又饿 但望着桌上的熟食 暴局还是有所顾虑 这肉能吃吗 肉咋的 您放心绝对能吃 下边人都仔细看过 绝对没过保质期 倒不是过期的问题 只是之前有传闻说 这活死人的瘟疫 就是从肉类传出来的 说到这里 顾正武加起一块肉亲自食毒 并表示他们昨天就吃过了 要中毒也早该有反应了 暴局听爸憨憨一笑化解尴尬 接着端起酒杯示意对方走一个 而除了暴局和顾正武之外 还有两个陪酒的女性也在场 两人都是被顾正武一伙人 收容过来的避难者 顾正武解释 他们陆续收了五个女的 来的时候 活人生是血 他看他们怪可怜的 就让他们找身内衣换上 这俩还算拿得出手 就让他们过来陪陪酒 本来还跑来不少男的 但怕男的多了不好控制局面 万一出现打砸抢 或是伤害到这些女性就不好了 所以他是一个也没让进 留女不留男 这帮人什么拘心不言而喻 但暴局并未点过 还是按照先前定好的策略形式 暴局漂亮话一查接一查 说得顾正武心花怒放 暴局 那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说到下一步 暴局表示自己还是要出去 跟组织接上吧 混个现场只会营救什么 他还反问顾正武 要不要跟自己出去博弈吧 顾正武前面听暴局说 15人的特警小队都栽进去了 自己自然是不会跟着犯傻离开这 他心想 有这么多物资底 半年也不是问题 到时再接收点女的 还能先快活一阵子 等救援一道名利双收 岂不美哉 而这也恰恰中了暴局的圈套 因为只要让顾正武知道 外面形势严峻 这样他们离开的时候 就能确保顾正武不会跟着 但凡是总有意外 就在二人喝的震撼之际 外面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超市货架上41码的鞋子 就只剩一双了 汪校长死活不肯让着杜局长 就因为这是两人大吵大闹 争吵过程中 汪校长一时口快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狗圣子健壮 赶忙捂住他的嘴 示意他说话注意点 否则他不介意 现在就把他和杜局长解决掉 然而 汪校长的那番话 还是被一个躲在墙角 监视他们的小弟听到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汪校长的一时口快 很快将会让队友的努力 复制一句 当前众人主要依仗暴局的领导地位 才得以在此避难 一旦顾正武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 此前他们给顾正武制造的假象 便会不攻自破 酒足饭饱后 暴局准备回去 而先前躲在墙后监视他们的小弟 也正好赶回来通风报信 当天晚上 杜局长在超市搜刮时 偶然看到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 杜局长忍不住瞄了女子几眼 那女子似乎也注意到了杜局长的行为 便顺势看向杜局长 杜局长突然不好意思 别过头咕咚咕咚喝起了手中的啤酒 哪知女子这时竟走了过来 并且突然向杜局长求救 大哥 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知道你们要走 把我也带上吧 杜局长有些懵 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女子便解释说 自己是昨晚逃到这里的 哪知遇到了这帮猪狗不如的畜生 要是再留在这里 自己肯定会生不如死 说到这里 杜局长下意识地低头 看向女子胸前那鼓鼓的双风 哎呀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办哪 你说咱俩非情非故的 贸然为了你去得罪那些混混 有点不值当的吧 女子也是秒懂杜局长的意思 立马凑上前蹭了蹭 杜局长的身子 大哥 您要是救我出去 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 当牛做马 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听女子这么一说 杜局长顿时洗上煤烧 随即放下手中的啤酒 跟着那女子进了超市后边的小黑屋 就当杜局长准备办正事的时候 屋里的灯突然亮了 打眼一看 发现是顾正武和他的那帮小弟 在他们边上的 还有跟他一样中招的汪校长 哎呀 真不会是一个系统的 同一招对俩人是一样好使啊 下一秒钟 被五花大绑的两人 便跪在了顾正武的面前 眼看顾正武要实施手段逼供 两人立马服软 老老实实把他们想知道的 都招了出来 而在得知外面的真实情况之后 顾正武也是怒不可遏 连连问候暴局他老人家 妈的 老暴这个烂货 老子好吃好喝的招待他 他竟然跟我玩路子 好 这回我就跟你玩玩 先把外面这帮家伙收拾了 以后咱们只要能保住小命 那就要尽情地享受享受 反正也是个无法无天的世道了 保不起咱们还能折腾出点名堂 看着老大喋喋不休的样子 边上的小弟也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狂躁 行了 大哥您就请好吧 我这就带兄弟们把他们灭了去 不忙 咱们这边虽然都是好手 但他们人数占优势 就算咱们胜了也难免有损失 他们少了两个人 一定会派人出来找 咱们在暗中下手 削一个 少一个 正如故老大所说的那样 另一边的几人很快发现 队伍里少人 就当大伙准备动身去找汪校长和杜局长时 暴局突然发话 都别动 这里都是打通的 喊两声人就回来了 要是没回来 你去找 也是白扯 按照暴局的要求 众人开始呼喊那两人的名字 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暴局眉头紧锁 似乎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 不用喊了 看来是要没麻烦了 这两个老男人 被绑到顾老大的面前 把外面发生的真实情况 全都抖了出来 顾老大这才知道 先前暴局在他面前装大 纯粹是为了借他的地盘避难 想到自己好吃好喝招待对方 却被对方狠狠摆了一刀 怒不可遏的顾老大 当即带着小弟们杀了过来 我还巴巴地等着你们出来找人呢 可这半天了也没个动静 才想起来还有暴局这个老狐狸坐镇 两人四目相对 肃杀气氛浓重 片刻过后暴局开口回到 顾大队 行事所逼 我们也只是求个相安无事而已 不如彼此给条活路吧 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大家紧睡不犯喝水 你看如何 我呸 给你们活路 还让我在这儿逼呵呵的 等待救援是吧 老子要不是多留个心眼 派人盯着你们 恐怕困死在这 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神风乱世 谁都不容易 咱们也可以谈谈条件 争取一个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 也不是不可以吗 说起条件 顾老大先是一声冷笑 接着要求他们把那几个女人 还有停在外头的那辆校车的车钥匙留下 这也就意味着断了暴局等人的后路 与死亡画上了等号 因此 最后的谈判也告吹了 双方大战 一触即发 顾老大率先发难 一钢管甩向暴局 暴局早有准备 用提前藏在袖子里的水果刀 接下了这一击 暴局顺势抽出水果刀准备反击 胡料被顾老大的一个正灯给打断 见顾老大动手 其他小弟也奔着开弓 早该开干了 别跟他们磨叽 我也早看你不顺眼了 说吧 小弟操起匕首刺向狗圣子 狗圣子一个闪避轻松躲开 紧接着抡起斧子 迅速做出回应 胡料还没靠近对方 就被对方一脚打断 卧槽 流氓还会捂朔 那位小弟也是越玩越起劲 操起匕首再次扎向狗圣子 狗圣子用伏饼防住 趁着与对方近身这会儿 反手一个肘肌 重新找回自信 边上的东子 此时正与另一个小弟打得火热 但与狗圣子那边相比 东子这边明显落了下风 眼看对方就要施展终结计 东子却坐在地上有些不知所措 谁知下一秒 那小弟突然面露蓝色 原来是会心主播 从身后给了他致命一击 此时 顾老大的其他小弟们冲进了内部 躲在这里的大多是女性 以及一些没什么战斗能力的人 面对小弟们的到访 郭老师也表现出了真男人的一面 即使自己头破血流 也要守护女性们的安全 再看暴局这边 一把年纪了 终归是干不过身强体壮的黑道大哥 老暴 这些年你呀 吃喝玩乐也够稳了 老子这就送你上路 眼看暴局也要领盒饭 一直躲在上方伺机而动的厨子 终于出手 顾老大似乎也感觉到了身后的杀气 赶忙转身防下了厨子的致命一击 有惊无险 但厨子接下来的骚操作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草 行啊 还藏了这么一手 丧尸横行的末日世界 顾老大带着小弟与暴局等人在超市展开激战 眼看暴局就要领盒饭 厨子从天而降 救了老暴一命 行啊 还藏了这么一手 小毒子 今天老子就教教你 玩命和练武有啥区别 顾老大一钢管朝厨子挥去 厨子一个下蹲轻松躲过 紧接着厨子操起菜刀砍回去 当人生菜刀砍在了钢管上 顾老大一声冷笑 心想这小兄弟不过如此 就在这时 厨子手中的菜刀突然由树砍变为横砍 直奔顾老大手指而去 顾老大大惊失色 赶忙丢掉钢管 随即转身下蹲 掏出别在腿上的匕首 去死吧 顾老大回头一声怒吼 紧握着匕首的那只手 同时挥向厨子 哪只又被厨子一个匹刹躲了过去 没等顾老大反应过来 厨子出其不意地一招乌龙角柱 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顾老大大喘粗气 斜眼看了看周围 看到自家小弟也被灭得七七八八 顾老大当即决定先跑为妙 厨子跟在后方穷追不舍 一直到把顾老大逼到死角 顾老大一看前方已无趣路 便打起歪主意 试图说服厨子加入自己阵营 厨子断然拒绝并当面嘲讽 你要不是城管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顾老大无计可施 只能选择拼死一搏 不过能跟厨子拼刀的人 不是在阎王爷那报道 就是正在去阎王爷报道的路上 呼吱一声 菜刀扎进顾老大的腹部 厨子握紧刀把顺势一拧 顾老大嘴里也跟着捂出鲜血 战斗就此落幕 厨子拔出菜刀转身离去 顾老大两眼一黑 随即瘫坐在地 另一边的战斗已然结束 但狗圣子等人并未把对方全数歼灭 对方跑了三个 死了一个 这边那个校车司机和教育局的人也死了 其他人身上多少也都带点轻伤 还有这个家伙 腿部伤势严重 湿血过多 现在也就生一口气了 厨子的心中 此时却有一丝疑惑 他问狗圣子 是不是丧尸杀多了 杀人也顺手了 怎么他捅了那个顾老大 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狗圣子让他别往心里去 你不杀他 死的就是你 这些人平日里 估计也是没少作恶 你大概是对他们怨气积累太深了 本能反应 别往心里去 正当这时 两人听到了身后女孩的哭泣声 正是小宇抱着昏迷的郭老师在痛哭 其风健壮 赶忙上前给郭老师把卖 他告诉小宇 郭老师的心率还算正常 应该是内脏受了创伤 但不致命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狗圣子 还是对那三个逃跑的家伙 有所顾虑 要是不把他们摆平 今晚怕是没法合眼 他建议众人 现在就带上东西去围抢 为了充分发挥实力 同时也为了防止留下的人被偷袭 画面一转 再次回到顾老大这边 只见顾老大腹部涌出的鲜血 无断从门缝流出 这也引起了门外狮群的注意 恍惚之间 顾老大听到了门后丧尸的咆哮声 于是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拿掉了门锁 想让我死 老子拉你们一起陪葬 来吧 大餐 开始了 丧尸横行的末日事件 顾老大彻底败给了厨子 但他心有不甘 用仅存的一丝气力 打开了身后的大门 狮群随之涌进超市 而此时的狗圣子 暴局等人 还在围剿逃兵的路上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等等 这是什么声音 暴局身子一顿 停下了脚步 好似听到什么声音 隐隐从货架那边传来 厨子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他走到货架旁 瞅了一眼 眼前的一幕 着实让他震惊 见识狮群冲进来 厨子赶忙爬上货架 他一边跑 一边大喊 狮群冲进来了 快跑 狮群 这里完蛋了 快车 大门走不了 只能砸旁边的玻璃了 东子 你带人砸玻璃先上车 齐峰 咱们把门口的物资 带两车到车上 众人照着狗圣子的计划 开始行动 东子率先搞到附近的 消防栓敲碎超市的玻璃 确认周围安全之后 狗圣子 齐峰二人推着物资出门 厨子则负责给俩人打掩护 众人配合默契 陆陆续续安全上车 而另一边残存的三个小弟 怎么样 来没来 里边一个同伙问道 但此时那位小弟 早已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说不出话来 约莫两秒后 他才破口大喊丧失来了 另外两人一听顿时愣住 咋 咋办 还啥咋办 趁着没被堵上赶紧跑啊 三人拔腿开始往外跑 眼看狮群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其中一个寸头老哥突然使坏 一拳打在边上一个同伙的脸上 这位被出卖的小弟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有朝一日会死在同伙的手上 但他无可奈何 只能在临死之前问候对方一声老母 这是干啥 另一个跟在他后面奔跑的小弟问道 而那位寸头老哥头也不回地回道 别废话 毛命要紧 就在前方不远处 两人看到了那辆 即将驶离超市的大巴车 寸头老哥赶忙三步并坐两步跑上去 嘴里同时大喊等等 试图引起大巴司机的注意 但暴司机并未理会 踩下油门载着众人驶向远方 毕竟像这种作恶多端的坏蛋 死一个少一个 暴局一行人 再次踏上漠视逃亡之路 而此前被顾正武 关押在小飞屋的汪校长 杜局长等人 也迎来了自己的最终命 狡猾的杜局长 准备趁众人不注意 通过上方的通风窗户 先走一步 汪校长见杜局长 无谋不轨 赶忙跑过去抱住杜局长的大腿 姓杜的 你他妈又想先走 你还以为你是领导吗 我操 你这傻逼 谁先走不一样 总得有人先出来吧 快松手 一会丧尸来了 咱们全给完蛋 此时杜局长已经探出了半个身子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丧尸此时就跟他近在咫尺 见此一幕 杜局长又赶忙大喊 让汪校长把他拉回去 汪校长也是毫不客气 用力一拽 就把他给扯下来了 只是此时的杜局长 已经没了脑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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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